净山冬夜 上山冬夜 作词曲 李宗盛 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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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 李宗盛 静静 靠在我掌心 静静 在城中结冰 如果你想飞 笑到我背影 我慢慢的冰雪落下声音 风是你贴着我的心情 睁开眼睛 漫天的雪无尽 谁来陪着一生好光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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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落下的声音 韩雪你可以不选我 但是波叔真的不能考虑 你知道为什么 他已经叫波叔了 你去他那儿 你不输谁输 你是不是太厉害了 后面不会有人选波叔了 本周我就是演员 惨人大战不停歇 紫衣导师开启强势宣言 吐槽波叔战队将会一波全输 而喜剧大咖沈腾更是开口就有梗 简容四段随性的临场发挥 就逗笑全场 连导师们都直言要拉齐入伍 像韩雪流欢这些好演员们 最终将花落谁家 快说整篇观看吧 我晚了 喂 这搞谁呢这是 对啊 在这个舞台上 跟沈腾这样的喜剧大神 一起去做寄信演出 是很难的 因为他反应太快了 他不按常理出牌 太棒了 谢谢沈腾老师 紫衣老师您看得特别过瘾吧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想选沈腾 我觉得我举荐谁都违背我的良心 我都觉得对不起那另外三个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太好了 谁都行 可以这样啊 不是可以这样 因为我这人比较圆滑 你一直在这样 我突然发觉你整场都在这样 你必须要选一个 因为不选你就会整 你要说必须选一个 嗯 得罪三个 你知道你反而那么一叫什么皇上来 反而我特别不好意思 啊 你说大猪蹄子来了 我哎 来了 哈哈哈 本周你好生活家 迎来延禧攻略中的皇上聂远 纯飞王远可和公公刘恩尚 他们做客生活家 大谈剧组去世 皇上更是坦言 如果化身未应落 在宫廷戏中 恐怕活不过一集 引得现场爆笑连连 随后嘉宾们 还与生活家族的成员 现场进行游戏大PK 还翻全场 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宫廷密史 就快说整篇解密吧 写书法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毛笔 对 对 然后啊 就是 有病 有病 不是 这个过吧 这个过 这个过 就是形容我刚才那种状态 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就是很 妖娆 差不多 换一个词 对 本周中国梦想秀反转不断 一族女孩诉说家庭的苦难与不幸 只为帮助家中弟妹完成学业 连著名演员杨公如都累撒现场 但为何主持人周立波却执意行使反转拳 随后梦想秀舞台更是首次出现选手被劝退 想了解幕后真相 快说整篇观看吧 我也希望公如姐姐对你弟的承诺能够梦想成真 呃我肯定不相信她是第一次上舞台 这次有任意看的 这次有任意看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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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第一次上舞台产生怀疑时 现场有观众用手机查到了 他曾参加歌唱比赛的信息 让大家更加质疑 他在舞台上表述的真实性 现场录影被迫中断 郭哥默的追梦旅程陷入僵局 只能先回到家乡 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有 很标准 Go 好 放 好 松心 调整呼吸 本周加油好身材 引来第二阶段的体能塔考核 经过专业训练后的Selena 实力飞速提升 全场无一不被惊呆 而大家都看好了拼命三郎张艺杰 在巨大压力下却意外频出 最终嘉宾们能否顺利通过重重考验 保住心爱的教练 快说整篇观看吧 小心 脚 注意 左边 他这次看的体力真的比较差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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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